陈信瑜跟林子卿的分手真相到现在还余波荡漾 那么针对今天所传出来的说 林子卿被贬家给嫌到不行 他这个开内科跟小儿科的大伯呢 本来也是挺贬的 结果在林子卿被贬家人给羞辱之后呢 见识到贬家人当关气焰实在太高了 转而不再积极挺绿 今天呢回想过去这段过程 但是大伯讲得非常的保守 打开书柜一本又一本陈水贬的著作 里头还有陈水贬的亲笔签名 林青会小心翼翼的翻着 他说他和陈水贬的关系 没有外界想得那么早 第二任以后再隔一年嘛 还说叫我带这个孙女到他家查续嘛 所以说后来有去吗 没有没有 我官邸的我都没有进去 黑同林子卿和扁家人吃饭 外传因为遭到无俗争的羞辱 林青会因此不再支持 陈水贬 台湾以刚刚好还要一个转型的时候呢 所以呢我积极的听他 那现在呢 不回答 不回答 拍拍胸口林青会欲言又止的态度 林青一起和扁家人吃饭 但餐桌上聊些什么 林青会说忘记了 只是一向力挺成水贬的他 却突然转向 绝口不提 无奈的微笑背后的真相 林青会选择低调以对 终于新闻度影至秋如 台北报道 拍照 谢谢大家